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乔妖女士 她在她的这个照护日记 在她个人的脸书上有发表 就一连串每天的这些状况 我们也看到她们 当初爱得有多么的浓烈 可是当她真的发现说 我最爱的人 我最爱的人 不认识我 不认识我的时候 那整个就是一个大崩溃 讲到这个失智症 现在的医学进步 我们很多肉体上的病 都能治好 都能救 人都能活着 但就失智还没办法 所以接下来很多情况就是 我们人活着 但是脑子已经傻了 所以现在是什么人 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 而且她照护上真的特别 我觉得她特别的困难 因为她历经可能很长很长期 那前期渐渐的时候是 她渐渐搞不清楚事情的时候 甚至她的个性会开始变 她会变成疑神疑鬼 容易生气 然后甚至开始 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人说 她那个时候她爸爸 失智到比较严重的时候 她自己一个人照顾她爸爸 她说回家本来已经累得要死了 一打开房门发现她又把大便 都涂在墙上的时候 她真的想 你为什么她跟她讲 我印象好深刻 她说她对她爸说的那句话 她说 我明明小时候 我从来没有惹过什么麻烦 我小时候就是品学兼优的孩子 我从来没有折腾过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那个时候真的说 我不懂为什么 可是其实爸爸也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折磨 就是比 远比她只是躺在那里 因为后半段 她还是会进入这个状况 她开始身体机能的衰竭 你又进步到 她开始进入她卧床 可是前半段有一段非常地痛苦 那现代人失智 我真的觉得 有几种失智症 现在有一种就是 大家比较常见 叫阿兹海默症 那阿兹海默症 我目前一般认为 如果是早发型的 它跟家族有关 所以如果说家里的 这种阿兹海默症患症 他可能65岁以前就发病了 他会认为你是子女 可能要了解一下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质 可是更多人是 现在人文明病型的 就是什么呢 还有几种特别容易造成的 血管性的失智 就是你是因为血管 造成你的脑细斑 勾引力不好所以的失智 所以通常出现在 比如说像平先生 他在一次小中风之后 慢慢地有一些脑部的机能损退 所以一个中风之后 容易出现这种血管性失智 然后有三高的人 就是风险族群 所以你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控制不好的 那之前常常有人 有一群很特殊的人 以前都会认为脑袋应该 我们机能都叫用劲废退 你越用肌肉会越强健 对不对 所以以前都说你脑袋要常常用 常常用你以后才不会失智 对不对 打麻将 多练习 可是有另外一款人 他叫做脑过劳的 就是说他们发现 有一群科学家那种 就是他们一直没有 让他们的脑袋休息 所以或者包括失眠 长期失眠 没有办法让脑休息的这群人 他也是失智症的高风险群 那甚至有人认为 重度忧郁的一群人 就是他们脑部的机能 可能本来只是在调节 这些情绪的管控的失调 可是这群人他们认为 他一样也是失智的高风险族群 那另外就包括像肥胖的 或者曾经受过一些意外创伤的 这都可能使得 他们未来得失智症的几率 是比较高的 我讲到这个失智 当然失智的人 失智就失智了 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真正痛苦的是 照顾失智症的家人 而且你要知道 他通常不会一开始 你就发现他的失智 他会先开始有几个征兆 所以大家不要 因为现代人常常有一种原因是说 是真的太多事情要记 就会妄动妄息 你就很担心自己失智症 所以现在各家医院都开了 所谓记忆门诊 就让大家去 对 很多医院都有开记忆门诊 记忆门诊 最主要就是去确定 其实你跟他见忘了 你没失智 所以失智通常几个 可以自己先去做一个确认 对 但是你不要只要想说 我每天都忘记带钥匙 我是不是失智的 通常这只是见忘了 大家都好害怕 说你是不是失智症了 对 他说其实 你还记得说你忘记了什么事情 这就不是失智 所以通常最明显的征兆是什么 第一个 你突然有时候记不起来 连礼拜几礼拜几都想不起来 就是你好像说到底 比明天讲 第二种是 你连可能自己家的住址 一开一时间想不起来 最后最明显的是 你很拿手的事情你也不会 比如说我之前遇到几个特别个案 比如说他明明家里就是开那种 热炒酒酒什么店 他们就是小店自己负责炒菜 他连炒菜这本来应该反应动作 放放放放 他不会 开始觉得不大会 或者他明明是一个会计师 可是他开始对数学这个事 觉得不熟悉 就是他最专长的事情 他也不会做 他几乎不用用脑袋做就能反应的 他都不会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想说 他是不是真的不是只是健忘 他可能失智 所以他们有几个问题 就是你知道今天心情急吗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 然后就开始说 好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100减7等于多少 100减7等于多少 93啊 对 你不要 他说他真的曾经看 大家都觉得很简单 对不对93啊 那93再减7呢 这个就要稍微算一下 8 6 8 6 对 我跟你讲他们 其实 要花四个小时 要花四个小时去想 对 他就是这样的问题 一直在问你 100减7 然后呢 再继续减7 对 可是我是真的数学不好 是 我在跟你讲 而且很紧张 然后比如说来 然后比如说来 好 四个东西 然后呢 我跟你聊天 然后聊完之后你告诉我 我刚才给你看了什么 比如我给你看了香蕉汽车 小笔记本 然后香蕉汽车笔记本 然后我们开始聊聊 那我们刚才看什么 你会记不起来吗 是 最有可能的 就算我们会 我们已经忘记 我们昨天晚上吃什么 可是 对 我记得昨天晚上 便当还蛮好吃的 那因为你每个礼拜 都是拿便当回去 这不算 他说他真的曾经遇过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都觉得 100减7 好简单的 就说3 他说他真的就曾经 遇到过一个将军 他们就专门比较看 那个门诊的将军 然后面对着他 当他问他100减7的时候 他那种挫折 就是他答不出来的挫折 然后他不敢相信 自己答不出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就半清醒 半不清醒 可是他100减7 他答不出来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出状况的那种 你就不知道当时怎么处理 就是我们现在都想都很简单 没有你去就知道 好像是说 因为失智也是渐进的 渐进的 一开始只是一点 其实人开始失智的时候 自己心里很紧张 自己心里压力很大 然后旁边照顾的人说 妈 你怎么又忘记了 妈 你是不是忘记 这个都不知道 说这样子的事情 会让那个失智人 他压力更大 压力更大 因为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 有些人 像为什么他们都说 现在失智症 其实没有很好的治疗的药物 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帮你反转 但他们希望说 至少有一些药物 是可以帮你维持久一点 那怎么样维持你久一点呢 就是说除了用药之外 就是这一段期间包含 你不要给他这么大压力 你怎么这个还是不记得 因为我刚刚讲 包括忧郁那些 都可能加重他的压力 可是家人都会这样讲 对 家人通常会一直觉得说 妈 你干嘛一直找我麻烦 你为什么一直重复 做同样的事情 我很忙 我上班 我没有办法一直请假回来 对 所以会造成老人家 压力越来越大 明明他爸爸已经死了 阿姨就说 你们爸呢 对 他一开始就说 我跟你讲 爸爸他就怎样怎样 然后他就哭了 原来又想到他死掉了 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 你们爸呢 然后又跟他讲 爸爸就过世了 他什么什么 他又哭了 因为想到老伴死掉又哭一次 不久又忘记了 他突然 我觉得后来照顾到 他们有技巧 想说我告诉他 他就很悲痛 对他只是又一次创伤 你知道他一直轮回 在他死掉老伴这种痛苦当中 他就跟他说 他说他出去了 反正他待会也是忘记 你何苦让他难过 所以他们就说 慢慢慢慢他会找到那种 跟他相处的技巧 否则他说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问你 你又跟他说死了 他又开始痛哭 而且你知道 失智的长辈 他那个退化的速度是 非常非常快的 因为像我先生的阿嬷 他已经90岁高龄了 那他的失智的现象 也是从大概就是 80岁开始渐进 这十年来就一直越来越 到现在就是 我要讲就是说 那个瞬间只差一个月的时间 从认得我先生这个孙子 因为他们隔代教养 从小带大的 就这么一个上个月去 都还记得我们的名字 我们谁是谁 还跟我们话家常 到我们隔大概不到四个礼拜 再回去看他之后 他跟我们说 你好你好请坐请坐 阿嬷通常是跟陌生的人 不熟识的人会说国语 跟家人一定是说台语 他突然间跟我们 全部都说国语的时候 我知道他已经把我们忘记了 然后我们好像客人一样 那时候其实我知道 我先生很难过 因为他会觉得说 在阿嬷的世界里面 已经没有我们了 可是我们还有阿嬷 但是阿嬷已经不认得我 那时候其实那个 心情的冲击是很大的 我们要 我们看完他要走了 我们走出这个病房的时候 就听到这个护理师进去 跟阿嬷讲说 阿嬷刚才你们孙子来看你 你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啊 他刚才有来 他们都来跟我看 但是你就会觉得 这个好像断片一样 他其实刚刚是不认得我们的 但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他居然跟护理师说 他知道我们有来看他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会觉得好难过 但是一下子的时间 他又会问护理师说 我们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去看他 所以就一直反复反复的 所以照顾者也要心理准备 而且照顾 我觉得常常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台湾有时候 有一些人说 奇怪你怎么老是把这个人放在医院 不把他接出院 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出院有太多 现在可能政府还没有办法 帮助我们就是衔接上来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失智 当然是比较困难的一环 就是说他有更多的问题 可是比如说如果家里有一些 可能是中风啊 或者重病之后有一些行为上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好起来老人 第一个要出院的时候就可以先跟医院讲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做一个出院计划 你没有想过 你不要想说出院要做久 出院计划 出院计划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要出院了 可是我出院后 他要人照顾 他要复健 他不是好啊 他跟中风 可是你跟他说不能再担便宜了 要出去 要出去不然呢 所以做一个出院计划 说出院之后 我们要找哪个照管中心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有其实有很多设施 比如说照管中心的说 我到我那个社区之后 会有一个医生 还有一个专案管理师 是专门管我们的 我可以就是选一个照管中心 然后照管中心之后 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个复健师 居家复健 那多久来我家一次 这些都可以先想好 甚至就是说 未来我们到了家之后 我们家可能要改装 因为要有无障碍设施 要开始改装我们的楼梯 改装我们的浴室 这些哪些可以申请钱 都要先想好 不要等到出院再来想 你会完蛋 所以记得你要出院 住院的时候 知道他可能没有办法 这么快出院了 有一些状况开始出现了 就记得跟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哪里 我们要作出院计划书 如果出院的时候 想好这些后路 不要一出就在想 你会真的完蛋 因为一方面要去照顾他 一方面要照顾本来的小孩 一方面又要上班 就不知道你就会疯掉 对 基本上这个人本人也是很长寿 这个本人来讲 本人也不错 幼年能够得到父母亲 很好的照顾 然后之后能够 得到父母亲的财产 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这样 重点是 有些人得到父母亲的财产 并不孝顺 反而是败家之 这个不是 有主经文的人 他可以得到主经的财产 得到父母亲的小顺 幼年很幸福的照顾之外 他自己本身也很孝顺